另外呢 在本届进博会上 智慧出行 服务机器人 可穿戴设备等领域的众多黑科技闪亮登场 其中呢 也包括大量的首发新款 未来他们将有望飞入寻常百姓家 那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 系列报道进博最前沿 今天记者带您去认识一下进博会上与生活相关的黑科技 5G通信 8K电视 VR体验 全球首款正式发售的折叠屏手机 靠氢燃料驱动的终极环保车 进博会正在为全球企业打造最新科技和产品手绣亮相的大舞台 韩国车企带来的概念车READ可以感知乘客的情绪 与乘客玩表情大战的游戏 刚才识别出来我的表情呢 是比较压抑的 比较沉重的 所以说呢 为了让我的心情变好 现在营造出来了一片森林的景色 同时呢 音乐非常的舒缓 我也能闻到车里面的气味呢 也是大自然一样的气味 非常芳香 将来自动驾驶汽车的环境下呢 我们解放了我们的双手 我们就可以完全沉浸在一个环境里面 对 对 对 跟车进行一个像朋友一样的完美互动 不少进博会上的黑科技产品已经在多国落地 迫不及待地想深耕中国市场 以色列Walter根公司展示了把空气转化为饮用水的设备 它通过层层过滤 热交换和冷凝技术 将空气中的水凝结为液态水 就是没有味道 纯净水的味道 这款产品可以在开车时以备不时之需 也可以应用在抗震救灾等场合 目前已经销售到了22个国家 包括干旱的非洲国家 它一天能产生多少这样的水 800升水 一天一个人1.5升来算的话 那差不多得有个五六百个人 相对尺度10%以上就可以抽水了 所以说10%的尺度是什么概念 是沙漠 金博会还为人们的衣食住行提供了诸多创新方案 作为农业公司 美国加急带来了多款创新食品和护肤品 主打可食用的理念 温豆蛋白在人造肉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 那么除了人造肉之外 温豆蛋白在植物性酸奶 在其他运动饮料里面也有很好的应用 今年我们又带来了一个新的产品系列 就是既能吃又能用的护肤产品 这也很符合加急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央视记者上海报道